你 表志明 怎么了 那个 我 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 你为什么 没什么 就是 我刚才说的话呢 其实也有点过分 我妈有点伤心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 我现在自己 我自己不想去看她 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过去好像 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好 交给我吧 好 难过 程紫月 你来干什么 我在这儿 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阿姨 您别难过 麦晨欢现在是老板 在工作场合 这么多人在呢 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是啊 我知道她是当老板的 不容易 我知道今天她是拿我力杯呢 反正我也帮不上她的忙 让她订个酒 也可以 不是 当然不是 她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 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店 就能够 不稀罕 我又不是没钱买 老板 这些家店放哪儿啊 那 我跟她说退了 我女儿给我买了家店 你为什么要退 来了 来了 杨志明儿 你什么时候成了 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 不像你的风格 你俩什么情况 过来 张思雨 我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神秘兮兮 说吧 我听着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 并且我非常珍惜她 所以你以后要再来这的话 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要老这么皮啊 不然我可说你了 杨志明儿 我是在帮你把把关好不好 什么 可以啊 陈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 挺有眼光的 从小到大 我妈都没有管过我 一直都是咱们俩强行为命 我早就把你当办个亲人了 好不好 那合同都说了 你找对象了 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 我看陈欢姐挺好的 很有事业心 麦家呢也很有爱 你嫁过去啊 我也就放心了 是吧 你才嫁过去呢 行了 你就踏踏实实当我哥 好好对宠欢姐啊 我走了哦 我最近呢也非常的忙 没什么事 我就回家啦 好 志明哥 你一定要幸福啊 拜拜 拜拜 阿姨 我走了啊 小屁孩 小屁孩 刘阿姨这边搞定了 我现在过去接你 我妈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我给她买了一堆新家电 她光是演就说明书 导演就好一会儿 那就好 那你呢 是要选择面对 还是要继续逃避 我不想再逃避了 我今天回家 想跟我妈好好地聊一聊 走 回家 回家 阿玉啊 阿玉 来来来来来 过来 你看啊 女儿给你买了那么多的电器 什么空气炸锅机 多功能的蒸锅 这是炸纸机 还是破壁的 你看看 女儿想得多周到 全都是给你买的 女儿生气了 还给你买点东西 儿子生气了 一遭了之 隐形都没有 我早就跟你说了 孩子长大了 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 我让你说话注意点 要注意方式方法 你就不听我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那以后注意点了 爸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下班在门口碰到了 不对啊 姚总 我送你回来以后 没见你出去啊 她毕竟是姚总嘛 人家还不能有点别的事情做吗 再说了爸你这样跟调查户口似的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吃了没 让你妈给你再做一点 不用了 在外面吃过了 吃过了 吃过了 外面 外面 外面的饭永远比家里好吃 吃过了也没关系 我去跟你们再弄点水果 温叔 快去 我去帮帮忙 看看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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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准备一个礼物啊 小嫂她不挑的 什么都行 你别破费了 好 那我看着买 等一下 你从上面爬下来 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啊 不然呢 当然是想见你了 当然是想见你了 志明 谢谢你 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傻瓜 我们是一家人 不作用 否庄 你哪个小变 你一定被追福了 咱俄 你 你 感谢观看